是的 由赵文卓主演的连续剧《霍远甲》正在恒电热拍 这是他继2001年之后第二次出演功夫大师《霍远甲》了 那经过17年的积累和沉淀 这次他将为影迷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来看看 凡一长山英气十足的赵文卓 艳然一副武术大家的模样 若韩27年 他曾在多部影视剧作品中 成功刻画了方氏玉 黄飞鸿 霍远甲等武术大家 从今天开始 上海金武体育会就交给陈真打礼 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发扬金武体育会的精神 请师父忘记 时隔17年再度出演霍远甲 赵文卓的脸上多了几分淡然 还不令现场露一首 这一朝一世举手投足间 也更加显得气定神险 每个剧本他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这次演霍远甲就完全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一个算是一个大师了 如何在镜头前既能演出新意 又能摆脱自己以往塑造的那些武术大师们的既定形象 赵文卓是一个续节都不放过 就拿服装造型来说吧 又要好看 又要适合打动作 扎个腰带 我们这胸口所有都是紧的 这样的话就觉得整个人打起来会更加的干练 由此可见 新版会员甲中少不了精彩的武术戏码 用赵文卓的话来说 堪比一本武术宝典 为了讲好会员甲及百家武术所长 打破门派之剑 开创精武门的故事 这一回赵文卓也是拼了 请教学习专业八级拳 各种兵器的使用 亦是研究到新手年来 哨子棒 流星锤 还有边杆 还有各种软兵器 带链子的 光枪就有好多种 在我们这个戏当中 霍严甲是非常有天资的 文医新版地 恒电采访报道